6月13日 因疫情关闭超过4个月的海洋公园迎来重新开放 台风即将来袭 香港天气酷热伴有阵雨 但仍挡不住市民游玩的热情 海洋公园早上时时开门 但记者久时许抵达公园门外时 发现有大批市民在等待 关注海洋公园 有什么动物特别记住的 是猴猴 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所以就有点意思有点意义 因为它陪着我们的成长 所以我们是绝对支持 支持这个公园的 排在队伍最前头的李先生说 因为公园有针对65岁以上长者的特别优惠 之前经常来玩 疫情期间觉得很闷 所以今天早上8点钟就开始在门外等候了 第一件事就是去玩动工快车 人生要刺激一下 但是平平淡淡 那不是很没意思啊 事实许 公园在大家的一起倒数下正式开放 经过体温测试的游客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游需入园 香港海洋公园管理及演艺节目 执行总监吴首坚介绍说 疫情逐步趋于缓和 但公园仍然做足了防疫措施 目前入园人数有严格限制 前来的游客需提前在网上预约 在头两个礼拜我们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大概以一个四分一个的客容量 所谓9000的客容量去开放设施 据悉 目前网上预约火爆 开元前两周每日9000个名额均已满额 记者现场所见 公园内的场馆和游乐设施都加强了防疫措施 机动游戏设施的客容量减低过半 休息区的桌椅富有不超过6人 建议止于同行游客公用餐桌的提示 餐厅和游乐场馆有的加强了清洁工作 成立于1977年的海洋公园 承载着不少香港人的珍贵回忆 但在社会风波的冲击下 防港游客大幅减少 加之疫情的影响 海洋公园出现财政危机 5月29日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 通过54亿港元的拨款 协助公园偿还贷款 和应付未来一年的营运费用